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台北时间5月5号,这里是华尔街电视的华尔街财经节目 僵持已久的欧中投资协定遭到欧盟喊停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4号的时候对法新社表示 欧盟委员会已经暂时搁置了批准与中国投资协定的努力 并表示因为很明显的,在当前的形势之下 随着欧盟对中国的制裁跟中国的反制裁,包括对欧洲议会成员的制裁,环境不利于该协议的批准 综合媒体报道,消息传出之后欧股受压,其中德国股市最伤即跌了2.49% 因股价后富市跌了0.67%,法股下滑了0.89% 在美国方面,美国财长叶伦稍早之前出席活动的时候 在预先录影的访谈当中提到,拜登推出的额外刺激措施仍然有机会引致利率温和的上调 来阻止经济的过热,导致了美股大跌 上述欧美外围股市的状况对港股构成了估压 港股今天早上低开129点,早段跌了超过200点后倒升了白点 总计半日为生2点,报28,559点,成交548亿元 有评论认为,近来国际局势对于中港股市造成的压力 市况恐怕会再回落,港股28,000岌岌可危 另外,收到欧洲股市跟美股的科技同业股价收压 科技股也下跌,腾讯阿里巴巴跌了超过1% 而中国股市五一长价尚未开市,因此逃过一劫 发广报道,欧盟委员会曾经一直为去年年底达成的原则协议高度的辩护 但是东布罗夫斯基斯的言论是迄今为止最明确的信号 表明了这一位欧盟高级官员也注意到了过去四个月来迅速恶化的政治气候 尽管德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要完成协议 但是他们还是放弃了 在被问到该协议是否会继续进行时 东布罗夫斯基斯的发言人表示,法律等技术方面的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 但是在政治批准的问题上面还没有到这一步 该位发言人表示,该协议现在需要进行法律审核 然后才能够提交通过跟批准 然而投资协议的批准过程不能够脱离更广泛的欧中关系变化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对欧洲议会成员跟整个议会委员会实施报复性的制裁 是不可接受跟令人遗憾的 该协议的批准前进将会取决于形势的发展 21世纪开始至今,中国的经济飞速的成长 对外投资也迅速的增加 进而形成对国际之间无法忽视的印象力 央网报道,根据2016年的统计数据指出 中国流向欧美的投资比2000年增加了40倍 但美国的投资达到了中国对外总投资额的23% 在欧盟的投资则占了21% 面对到中国在投资领域的扩张 欧美经济体也有试图要采取应对的措施 但是目前看来成效并不显著 美国目前对外资的限制主要依照国会颁布的三项法案 法案授权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对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外资来进行审查 外国投资委员会跟总统都可以阻止危害国家安全的投资 但是这些法律仍然无法阻止中国收购美国的公司跟敏感的项目 像是联想对IBM全球个人电脑的收购 中航通用飞机对美国希瑞飞机设计公司的并购等等 而欧盟跟美国相比 对于中国的防范意识又更加的薄弱 更让外界难以理解的是 除了企业跟关键技术遭到收购之外 欧洲大国还持续的对中国来贩售武器 尽管欧盟在六四事件之后 一直没有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 但是法国 德国跟英国等欧盟的强国 却持续在向中国出售具有军事用途的产品 但是欧盟却从未追究这些国家的责任 不过近期因为新疆人权问题 欧盟跟中国的关系急速下降 欧盟似乎终于开始采取强硬的态度 根据欧洲新闻台报道 因为双方的紧张关系 欧盟暂停批准中欧的投资协定 另外一方面 欧盟指委会5号也提出新法 阻止获得政府补贴的外国基业并购欧盟的基业 或者是参与欧盟的公开招标 尽管条文并没有直接的点名中国 只要在注教跟说明当中提到中国 不过显然都是针对中资企业而来的 不过按照欧盟的立法程序 指委会提出法案之后 还需要经过欧洲议会跟部长会议的批准 几年之后才会实施 路透社还有报道指出 欧盟跟印度将在8号在线上的峰会上 同意重启自2013年以来 陷入停滞的自由贸易磋商 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忧 也拉近了欧盟跟印度的距离 美国前总统川普在任期的最后 签署了多项命令 纽约时报指出 其中在去年底 川普依据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 发布行政命令 禁止国人投资跟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企业 理由是此类的投资 对于国家的安全构成风险 这项命令涉及到41家 此前被国防部认定 跟中国解放军有关系的中国企业 该名单包括了中国著名的科技 制造跟基础设施企业 比方说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中国电信集团 华为中化集团 杭州海康卫视数位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铁道建筑集团 浪潮集团跟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等等 当时川普表示 美国对这些企业的投资 会为中国的军事野心提供资金 所以该禁令禁止购买这些企业的股票 或者是投资包括这些企业的新兴市场基金 要求投资者来处理涉及相关企业的股票跟基金 当时外界认为川普的该项行政命令 是要切断美国私人投资 跟金融机构跟中国的金融联系 被解读为美中经济脱购的一环 不过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便将相关的禁令生效日期推迟到5月27号 路透报导指出川普政府去年发出的禁令 让中国股票跟债券受到打击 因为投资者不容易搞清楚 哪些证券可能受到影响 虽然拜登延后禁令的行动 为市场提供了喘息的空间 但是并未从根本来解决问题 当时安本标准投资公司 亚太公司债业务主管指出 现在进入到观望的模式 直到我们明确了新政府会做什么为止 而根据摩根大通估计对于中国军系投资禁令 对美国投资者跟美国公民的限制举措 可能会影响到价值将近600亿美元的债券 而目前又到了该禁令将生效的日期 拜登政府似乎又在考虑是否要确实地实行 美国新闻网站Politico指出 美国国防部去年禁止所有跟中国政府 以及军方有关联的公司的证券交易 两间被列入到黑名单的公司 已经就五角大楼的禁令提出了诉讼 其中一间公司已经赢得了法庭的豁免 成功地变成美国国防部缺乏足够的理由 来证明其与中国军方的关联 另外一家公司在未来数天 也有可能会获得豁免 美国司法部律师博森在法庭上面 回应法官关于国防部 是否着手解决川普禁令带来的司法问题时 表示政府正在考虑是否要修改将中国公司 列为与军方关联企业的标准 现在政府正在考虑不同的选择 这番言论也明显地宣告 有关该禁令或许还会出现不同的转折 美国国防军武承包商霍尼维尔 涉嫌违反武器出口管制法 跟国际武器贸易条例 将机密的军武零件设计图纸来流出 美国国防部宣布已经跟霍尼维尔达成了和解 该公司愿意赔偿1300万美元 不过霍尼维尔强调 外泄图纸涉及到的技术 在世界更地都有商业的应用 而且机密资料是在商业会谈当中 不经意被分享出去的 综合媒体报道 军武承包商霍尼维尔 先前遭到了美国政治军事局 提起了34项的指控表示 违反国防出口规定 泄漏了零件的图纸 涉及到的设备包括了F-35 F-22战斗机 B-1B轰炸机 C-130运输机 阿帕契直升机A-7H 战术型战斧巡航导弹 M-1A-1爱布兰坦克 以及用于军机的T-55 涡轮轴发动机 出口国家包括了中国 因此美国官员质疑此举 危害到了国家安全 霍尼维尔在2016年 曾经主动的申报 在未经授权下发放技术图 两年之后再犯下同意行为 根据三年有效期的和解协议 公司必须要缴付 1300万美元的罚款 其中500万美元 是在公司内部执行改善的 补救措施 霍尼维尔也要从外部来指派人员 确保措施有效地执行 计划也需要进行审计 美国国务院表示 由于霍尼维尔主动 披露了违规的行为 也积极地配合审查跟改进 因此府方并未采取 更严厉的行政禁止惩罚 同时霍尼维尔也同意 支付1300万美元的罚款 并采取加强出口安全 增加合规人员 增加培训 聘请外部监督等措施 来确保未来不再发生 类似的事件 再来看到中国的疫苗效力 到底有多高呢 自由时报引述世界卫生组织 针对中国国药集团 新冠疫苗所发布的评估报告指出 国药疫苗在三期试验结果显示 对18到59岁人群的保护效率 达到了78.1% 为高度可信的程度 安全性则为中度可信 但是针对60岁以上的人群 因为数据不足 保护效率评估为低度可信 安全性则是中度可信 而针对共病症患者 以及健康状况增加的人群 保护效率跟安全性 皆被评为可信度非常的低 以上数据为国药疫苗 提供的三组临床数据 包括了中国一期跟二期的 安全性试验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 四个国家三期的临床试验 以及中国三期巧劫的试验 同时香港经济日报也报导 欧洲药品管理局4号表示 已经启动了对于中国研制的 科兴新冠疫苗的滚动审批 成为该疫苗可能获准在 欧盟27个成员国接种的第一步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4号表示 为了防止美国政府大规模支出 导致的经济过热 可能需要适度的小幅升息 这句话一说出口 立刻引发了金融市场的动荡 几个小时之后 叶伦赶紧出面澄清 强调自己并没有预测 或者是建议升息之意 并且强调美国没有通膨的问题 试图要淡化他先前的评论 不过美股三大指数仍然瘦黑 纳指跌了将近1.9% 道琼为服的收红 综合媒体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推动了 1.9万亿美元的抗疫纾困方案 在今年3月获得国会通过之后 再推出了两项的提案 总计要在10年之间支出 将近4万亿美元 部分的裁员来自于 对企业跟富人的增税 而叶伦4号在大西洋杂志 举办的一场虚拟活动上面表示 为了防止美国政府 大规模支出导致的经济过热 可能需要适度的小幅升息 尽管额外的支出 相对于经济规模而言相对较小 可能仍然会导致利率 非常温和的上升 叶伦这些言论一出 金融市场应声震荡 以科技股为代表的纳斯达克 指数盘中最大跌幅超过了3% 创下了3月份以来最大的跌幅 叶伦随后在华尔街日报的执行长 理事会活动上面澄清 自己并没有预测或者是建议生息之意 并表示他并不认为 美国的通膨率会持续的上升 通膨不会成为美国经济的问题 即便供应链的短缺 以及由价反弹到疫情前水准 导致的物价的上涨 也将会是短暂的 他呼应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上个礼拜的言论 鲍威尔当时表示 美联储并不担心通膨持续的上升 他预计未来几个月内 价格上涨将会降温 不过叶伦的利率相关言论 已经引发了美股当日跌幅 进一步的扩大 标普500指数收盘下跌了0.7% 尾盘跌幅收敛 对此纽约时报指出 叶伦对于升高利率 并没有任何实质的权利 但是由于叶伦曾经担任联准会的主席 市场对于此言论出现剧烈的反应 同时有人认为叶伦的说法 对当时经济状态将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财经的主要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继续的关注 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